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非常火爆非常人气的健康食品 姜黄 姜黄这样吃 效果增加两千倍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调制姜黄粉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使用糖瓷的器具 而不能使用青薯的各类器具 首先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先加入适量的姜黄粉 我喜欢再加入一些姜黄粉 因为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要喝姜茶 这样的话加在一起正好 营养更充满 青椒其实本身就是很好的保健品 我以前每天早上都要喝姜茶 放黑糖或者蜂蜜 对身体也非常的好 这个黑胡椒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 最重要的主角 它让姜黄粉的功效 增强两千倍 这些材料都加好以后 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再加入椰子油 椰子油也是对身体有很好的作用 然后我们先加入适量的开水 把它搅拌均匀 因为姜黄需要通过高温 还有油脂 这样萃出它的姜黄素 让它溶于水和油脂中 发挥最大的功效和作用 再加上刚才的黑胡椒粉 非常健康 非常美味的姜黄粉 马上就要做好了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再加入开水 让它的姜黄素更好的溢出 发挥最大的作用 如果大家觉得味道有点苦涩 还可以加入一些黑糖 或者蜂蜜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 反正要调制得好 每天才能持久的坚持住 这样一碗加了黑胡椒粉的姜黄汤 功效就增强了两千倍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有几种人是不适合吃姜黄的 虽然姜黄对身体非常好 但这几种人千万不能吃 第一是孕妇 第二是生理期的女孩子 第三就是殷虚火望者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心脏搭桥的人 不可以食用姜黄 这些人要是不小心食用了姜黄 反而对身体有坏处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另一种 也是非常简单的 使用姜黄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牛奶冲服 因为牛奶中 本身就含有油脂 这样再加入姜黄后 在牛奶里头 就可以很好地把姜黄的姜黄酥 让它抑制出来 把加热好的牛奶 倒入适量姜黄 然后跟刚才一样 也加上黑胡椒粉 或者你喜欢姜粉 也可以加一些姜粉 或者是再加上黑糖 或者蜂蜜等等 两非常简单的 一碗姜黄牛奶 就做出来了 功效也是增加2000倍 提高免疫力 这款美如卡的蜂蜜 我也非常喜欢 对身体也非常好 同时做菜炒饭 都可以加一些姜黄粉 对身体非常健康